今天早上刚刚出炉的官方宣告 中国在官方PMI制造业指数上涨到50.1% 那么这也凸显出中国经济刺激措施正在产生效果 那么这个是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指数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 简单说一下 PMI低于50是萎缩 高于50是扩张 表示采购经理人指数 那就意味着各大企业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们 他们对未来一段时间的总体的发展是看多的 或者叫做是看好的 那么这个数据本身很关键 非常非常关键 那我认为今天整个股市在上午的表现 其实就反映出中国经济可能向好的一个信心面的一个回复 那大家看到这个核心数据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看待 那么我们所说的PMI数据50.1 是今天上午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所公布的 那么这个数据本身是长期最终的 中国每个月都会公布 而且这个数据本身它的波动的的确确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轻语表 因此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那么这个数据本身凸显出 当下中国经济运行呢 从此前的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心的下滑 那么萎缩的区间对制造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那么到现在呢所产生的一个积极的变化 那么体现出中国经济向好回升的基础呢 进一步的巩固 注意这里是向好回升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向好回升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要要注意啊 我们不能看到一个数据就马上非常乐观啊 从此以后安了 中国经济啊稳了啊 中国经济快速回升了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好消息 啊我跟大家说几个宏观指标 当然最主要的是GDP了对吧 民意GDP啊或者叫做这个啊 这个购买力评价的GDP 这个衡量指标 不管你是哪个维度的统计统计维度 那么实际上都反映的是你的GDP的数据 这是比较核心的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核心数据 你比如说PMI就是一个 还有CPI啊 这个这个我们说的一般的物价 居民物价指数 还有PPI啊 这个商品出厂的价格指数 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啊 比如说就业指数 就业指数呢要看整体就业指数 还有青年就业指数 对吧 就是就业率指数 还有呢是什么呀 啊这个通胀率呀等等 那么在美国方面呢 还会关注一些核心指标 比如说美联储的利率啊 美国的非农据数据啊 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些宏观数据指标 那么不管你怎么衡量 PMI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反映的是整体 反映的是整体产业发展的信心啊 那么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金领指数 前面说了50.1% 那么比上个月怎么样呢 上升了0.3个百分点 啊在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 相对比较困难的时刻 那么中国官方也采用了非常多的 增量刺激政策 目前看起来呢确实有效果 你比如说上海的房价上海的这个房销售 在呃现在是10月份嘛 那么10月份的房屋销售的总量呢 是2万多套 那么这个数据呢是中国房地产 以上海为例 上海房地产景气融枯线的上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房地产的最起码它的成交量 目前呢是真的上来了 那能不能持续我们要再关注 那就像有的时候你买股票一样 对吧你不要看稍微波动稍微涨了一点就杀进去了 对吧你要看一看 它这个趋势是不是真的成立了 啊那么我们再多观察几个月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目前的整个库存还比较多 所以呢这个消化就是你虽然每个月卖这么多 对吧上涨的趋势明显 但是目前的确也有很多房子进入市场 那这个库存呢也比较大 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一个供需的平衡了 如果说你的需求量看起来涨了这么多 你的供应量涨了这么多 那么当然它也是会承担一定的压力 这个呢我们有一说一啊 我们实事求是 不管怎样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而且是官方指数连续两个月的上升 那么也从过去的五个月的 在这个50%以下的萎缩区间 重新回到扩张区间 这个其实是重大利好 那重大利好 中国核心的竞争力来自哪里啊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工业工业的这个体系啊 来自于中国的制造业的能力 所以世界工厂世界工厂 过去呢总是说我们生产了很多的衣服 鞋子打火机啊 这个各种钉子 反正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工业产品 但如今已经不是了 中国的工业产能当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 电动汽车大家常常说 新三样也常常说 其实远远不止这些 中国目前出口的机械设备 各种的这个机台机台设备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高科技的叫工业母机 大家如果关注工业体系发展的话 就能够了解 它反映的是你在工业体系当中的含金量 那我们以前生产鞋子衣服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 从国外 从德国 从欧洲 从哪里啊 买过来整条生产线 我们最终其实就是用别人的生产线来造东西 但现在呢 中国和金专国家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 那么中国已经大量输出 这个科技含量更高的 叫工业母机嘛 什么叫母机啊 就是你可以用这些 整体的生产线的输出 那再比如说中国 在这个印尼合作的阳岸高铁 那是中国350公里的 复兴号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完整的这个高铁的 一整套的标准 完整的输出 那么这个呢 就反映的是 虽然同时是 中国制造业的这个 这个行业 但是呢 它你在向上游走的过程中呢 那么你能够所掌握的利润空间 是比较大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业的利润水平呢 目前在降低 主要是受制于恶行竞争 内卷 那么各个地方的政府呢 由于土地的这一块的收入呢 是减少很多 所以呢都希望通过工业园呀 产业园 对吧 这个高科技发展的一些这个企业 比如说汽车等等 那么各地呢都在做 所以导致呢 竞争就比较激烈 那么价格和利润空间呢 大幅下滑 这个情况本身呢有利有弊 我们看待任何一个事物 都要从两面性来看待 好处是在于呢 大家充分竞争 对吧 挖苦脑筋了 要把东西做得更好 坏处呢 就是你的工业利润在下降 等于说打价格战 打价格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只是在内循环来竞争的话呢 那么它的整个工业产能的利润呢 就会出现短期的这个快速下滑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这种竞争存活下来的企业 放在国际市场上呀 那各个都是高手 各个都是特种兵 你比如说 中国的汽车到了欧洲市场去 那么欧洲的传统的 德国的BBA 对吧 按道理说 他们的百年汽车工业 那各种东西相当的先进 对吧 结果呢 被打的是七零八落 根据欧洲自己的调查显示 欧洲地区的老百姓 以德国为例 70%的居民 希望购买中国的电动汽车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个德国人 对吧 为什么70%的德国人 这个当然它是有筛选的 就是说 你在未来一年 要不要买车 要买车 然后再问 对吧 那这不是 不是意味着 德国比如说有多少人口 70%的德国人 都要买中国车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说 你如果未来一年 你想买车 那么你会选择 比如德国车 美国车 日韩的 然后这个中国的电动车 70% 想选择中国电动汽车 那么这个比例 已经是非常高了 大家注意 在商业领域 说实话 你能够占据20%的市场份额 那都是了不起的伟大公司了 毕竟你是全世界竞争 结果呢 70%的老百姓 希望呢 这个如果买车的话 他要买中国的电动车 那这个已经说明 你的品牌效应 终端产品的竞争力 非常高了 所以我前面讲的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中国的工业发展呢 像高端在迈进的过程当中 它经历了阵痛 那你比如说 走了很多的服装企业呀 这个 还有很多这个企业呢 他用了非常多的机器人呀 那么就导致呢 你的就业情况 对吧 那毕竟过去 什么造纸的呀 做服装的呀 做布料的呀 做燃料的呀 做这个燃料的呀 那么这些企业呢 他的确能够创造就业 也能创造GDP 但是你要 你又想 对吧 让河流不要污染 我们知道造纸呀 等很多产业 它是高污染的嘛 还有纺织等等 那你怎么办呢 那现在很多企业就搬走了 现在孟加拉国 是世界上的一个 这个服装的纺织业的中心了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过去在韩国 日韩 再到我们说的这个中国台湾 在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也一样经历了 这样一个周期 那那么整个经济呢 向上走 走的过程当中呢 有阵痛 再正常不过了 那么我们说 这一次 今天上午所公布的 这个数据来看呢 注意我说的今天 如果大家是 过几天看到我的节目呢 要注意啊 今天是10月31号 星期四 2024年10月31号 有的朋友 这个之前的时候呢 说我这个谎报 谎报军情 过了好几天了 你还在讲这个事情 而且还说是今天 有一些误会 这个我说今天 是2024年10月31号 星期四 从行业 行业里面来说呢 那么中国制作业 门类当中 有12个行业的 采购经理人指数 都高于50% 进入到了一个 扩张的区间 包括新订单的指数呢 比上个月 也增长了0.1个百分点 大家注意啊 这个0.1啊 不要小看这0.1 它很重要 就像我们在股市当中 你看到它上涨 0.01% 对吧 变成红色 你就觉得 哇 这个对吧 感觉就有信心一点 这个有的时候 经济 它的确是 信心的一种体现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 在整个的宏观数据 调控方面呢 那么10月份的 这个所公布的数据 指标很多了 它不止 我们讲的50.1了 它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分类啊 细节 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等 总归呢 最后结果就是这样 50.1的扩张区间 所以呢 根据今天的统计局 所发布的数据 那么整个10月份呢 能够看得出来 宏观的政策调控 它的效果呢 的确是凸显出来的 我不敢说 它一定会迟迟久久的 就一直往上了 这个呢 不好说 对吧 这个市场有波动很正常 但是 采购经理人指数 可以认为是 是这个提前的一个信息指标 那么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未来一段时间 你的采购信息是否提升 所以它的的确确能够反映出 宏观政策调控 在信息面上 和对未来一段时间的 你的产能的预期上呢 是提 是有所提升 整个市场的活力呢 也有所提升 那么整个联动起来呢 对中国经济的正向增长呢 一定是有帮助的 所以现在有的 这个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专家呢 在喊 说中国的这个GDP 那么今年全年呢 5%左右的增长目标 压力是蛮大的了 说句实在话 你因为你说这个第三季度呢 才4.6 对不对 你因为你全年目标 你要算平均值呀 那你4.6 你平均下来 二季度 你4.8 一季度5.3 你现在算下来 三个季度算下来是4.8 那么你四季度呢 你要增加到多少呀 5.6 对不对 你才能算下来 你才能够让它 达到5%的水平 当然 本来的这个目标上面呢 也就定5%左右 所以你说4.9 算不算左右呢 应该也能算 但不管怎样吧 我们所看到的 中国的刺激政策 推出之后呢 那么国际各大投行 你无论是IMF 世界银行 什么高盛 各种 那么他们所给出来的 报告呢 都是对GDP呢 有所提升 那么普遍呢 预测在 有4.8的 有4.9的 也当然 乐观预测呢 也有超过5的 但目前来看的话呢 也必须要说 达到5%左右呢 这是很有可能 能够实现的 目前的状况 这不仅仅是我了 也包括我前面所讲的 这些智库和机构 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本身呢 所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 一个50%的 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的 最新状况 那么这里面呢 我还想讲一个数据 是什么呢 就是 企业的规模 在这个PMI方面呢 它的一些表现 它的一些表现 那么我们看到 在统计数据当中 很多 我们就列举 这两个 一个是大中型的 一个是小型的企业 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 大中型企业的PMI呢 那么实际上 尤其是大型企业的 PMI指数呢 上升的速度是最快 来到了51.5% 那么另外 中型企业呢 是49.4% 小型企业呢 是47.5% 那么从这个结构当中呢 我想为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 你主要看两个 一个呢 是制造业的 你主要看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 官方的PMI指数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看财新 每个月所发布的 财新的这个 PMI指数 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官方所公布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 往往在大型的这个企业呢 它的准确度呢 往往是比较高的 那么财新的统计呢 往往在中小型企业呢 它的 或者叫做民营企业吧 配套型企业 对吧 因为这个央企啊 大型国企 它一般都是比较大型的 那中小型企业呢 这个财新的这个统计口径呢 往往呢会更为准确 那么两者之间呢 你要结合的来看 还有一点呢 就是中国 它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制度呢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啊 它是以大代小 以大代小 你好比说中国的央企 国企对吧 那么钢铁呀材料呀石化呀 这些都是大型企业 那么往往当它的预期 发生正向转变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 根据这一次的大型企业 是51.5 对吧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增长的速度呢 是非常快了 比上个月直接增长了 0.9个百分点 0.9个百分点 就几乎就增长1% 那么在中国就是这样 大型企业的预期增长之后呢 它为它做配套的呀 中下游的呀 那企业它是社会的一个枢纽啊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当它发生很大的一个 正向预期改变的时候呢 它一家大型企业就能带动 很多很多家的中小型企业 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发展过程当中 非常明显的特色 非常明显的特色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看 这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因为采购经理的指数 是对它的这个 采购行为的一种预判 从而判断整体的宏观经济的走向 所以接下来 当采购行为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时候呢 那么中小型企业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对吧 它东西卖东西更容易一些了嘛 那么它卖东西更容易一些了 它接下来呢 这个信心呢 会产生一个传导的效应 传导的效应 这就跟我们这个 比如说上证指数 深证指数 对吧 如果大涨3% 5% 2% 对不对 那你的个股 很多东西都跟着涨了 对吧 跟着涨了 你甚至没有什么基本面 都跟着跑 跟着大盘跑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OK 这个呢 是为大家呢 所介绍的 关于这一次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中国的PMI 那么这个数据呢 所公布之后呢 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讨论 那么今天的整个的 资本市场的走势呢 我们看的也非常清楚 那就是呢 这些数据在今天早盘 一开盘的时候呢 就公布出来 那公布出来之后呢 对市场信心的提振呢 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非常好的效果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这里也要谈到一个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那么他的这个指数呢 比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呢 提升0.1个百分点 来到了50.2% 也比上个月呢 这个上升了0.2个百分点 这就意味着呢 中国的非制造业的景气水平呢 也呈现出小幅回升的态势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总体呢 也是一个趋好的一个状态 从行业上来说呢 我们看到 大家可能会关注中国房地产 接下来怎么走嘛 对吧 这个是一个核心指标 那么建筑业的商务活动的指数呢 来到了50.4% 那么这个呢 整体的一个状况 也是处在一个扩张区间范围之内 包括订单 销量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务活动 那么中国的另外一个PMI是综合PMI指数 是来到了50.8% 那么这个指数呢 也是呈现出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看到了在6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的综合PMI指数呢 是50.5 7月份50.2 然后8月份50.1 9月份50.4 那么10月份呢 50.8 大家能够看 我报这个数据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在概念当中 有这么一个概念呀 就是我们看到6月份的50.5 对吧 然后50.5 往下往下走走走走 然后50.2 50.1 到了8月份50.1 然后呢 8月份的时候呢 就开始慢慢的回升 到9月份呢 50.4 10月份50.8 那么这个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的综合的PMI指数呢 其实也是来到了6个月来的新高 结论是一样的 反映出中国综合的 我们说制造业非制造业 对吧 放到一起 那么整体的经营活动呢 也都在触底反弹 触底反弹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呢 那么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是不是能带动中国的制造业 然后呢 像消费 还有社会各方面面的 这个经济的回暖呢 那么能够给 给很多的 这个正向的信心的激励呢 我觉得 应该说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 当然这里面我们也要提醒一点 注意观察就是老美的方面 那么他的这个 11月4号 11月5号 对吧 就是能够知道结果了嘛 这个到底是川大爷 还是这个贺小姐 反正看看谁能够当大当家的 对吧 那么谁上台 那当然对中政策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川建国同志呢 他这个说加征60%的关税 如果真这么干 根据全球各大投行的预估呢 对中国经济 中国出口 贸易呢 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那这是事实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老美自身也会受到冲击 这个呢自然是如此 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呢 那么我们呢 就要做好预案 对吧 那么他对于我们的出口 有一些分析认为呢 对中国GDP的刺激影响呢 可能会来到负的1.5%到2%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测了 但不管怎样 那么对中国GDP呢 一定会产生影响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 中国经济 你要说亮点呢 最大亮点就是出口 那么体现出中国的工业产能 中国的制造业 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在全球市场呢 其实是有很强的竞争力 那所以出口表现非常不错 那么美国方面的这些做法呢 那么新的 如果是川大业上台呢 那么对中国出口的这个影响呢 肯定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呢 是需要密切观察的 另外一个需要密切观察的 就是11月4号到10月8号 一场顶格的重大会议 那到底会宣布 那么我们的经济刺激措施的细节 化在这个我们的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那提供多少的负债空间 对吧 我们地方的资产负债表 修复的程度怎么样 我们的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是不是通过一些 你像上海这边有这个 叫做家电呀 汽车呀 以及换新呀 各种政策 那么其实呢 会促进他的一些消费 那么这个呢 也是有所帮助 但不管怎样吧 你最终的刺激的力度如何呢 那么对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的速度 修复的规模 会产生很直接的影响 那么因此 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星期 如果大家只是吃瓜群众 看看热闹 倒也无所谓了 如果您是一个投资人的话呢 你需要密切关注这两件事情 一个呢 大概是11月4号当天 然后呢 可能11月5号会出结果吧 那么另一个呢 是11月4号到11月8号 那么在11月8号闭幕的时候呢 会公布一些细节 那么这个呢 不是我说的 是中国的财政部的副部长 在上周参加 在美国参加这个世界银行的会议的时候呢 公开的这个说法 那就是在本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呢 会公布中国经济四级计划 四级计划的细节 那么这个细节自然是包括它的金额 这个金额 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方面 我们目前看到网络上呢 各种说法 它都乱加一通 包括昨天 应该是前天吧 前天晚上 这个路透社的小作文 动不动就是什么 十万亿二十万亿 那么中国的整个从观经济的预期管理呢 结果被这些西方媒体给管理到了 很多的网民呢 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给推到了微博热搜 说起来也是挺怪的啊 你说到时候怎么办 对吧 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数字 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反映过了 对吧 这个热情情绪已经反映过了 对不对 如果不是这个数字 到时候一堆的文章又出来了 哎呀 没有达到预期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预期谁给你的呢 对不对 这个外媒随便一报道 好像就是跟真的是的 反正我认为呢 都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对了 不要轻易相信 真真假假的 这个外媒呢 也是动不动 包括野村 野村证券 这些智库 有的呢是个人意见 有的呢就是一个报道 你像这个路透 我看到他的报道 对吧 他也啥也没说 他就把之前的一些 坊间传言 给他综合了一下 啊 这就是所谓的小作文 但是呢 从效果上来说呢 他确实有效果 有效果 你比如说上微博热搜 那这个东西对于培养韭菜来说呢 是很有帮助的 很有帮助 所以这方面呢 也给大家提个醒啊 这个是为大家所分享的第二个话题了 由今天早晨的PMIA 这个官方这个指数啊 来到了景气区间 那来到了六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么应该说呢 四季度的中国经济呢 大家呢 普遍给予一个谨慎看好的一个态度 注意我这个用词啊 都是说实话 也非常害怕影响到一些东西 我们之前谈到中芯国际的订单 中芯国际的发展 那么谈到鸿门的战略重要性 很多人就追进去了 对吧 那么我呢 这几天呢 发了一些文章 发了一些视频 讲了讲 这个中芯国际呢 这个他的战略重要性很重要 中国半导体的这个龙头 制造业的 对吧 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个并不意味着 此刻是最好的买点 这很难说 对吧 我并不会对你的 投资决策负责任 我也负不了这个责任 你没有要的意思吗 就我始终说 鸿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战略级别的 是挑战美国在iOS 安卓操作系统方面的 垄断地位的 但是呢 他到底能挣多少钱 对吧 那他的市盈率怎么样 那接下来的走势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两码事情 就像中国的核武器 两弹一星 对吧 东风系列导弹 它就是战略型的武器产品 但是你不能说 搞一个什么概念 跟它有关的 然后在资本市场上 拼命的炒作 这个是两回事情 所以我无 我只是做一些 基本面的分析 我没有办法 为大家的投资的 结果呢 去负责 我也负不了这个责 说实话 所以呢 总归还是一句话 投资需谨慎 我这里不是一个 推荐个股的一个频道 我有时候提到一些 公司的名字呢 纯粹就是分析 当下行业的发展 你谈到操作系统的发展 中国工业软件的发展 你说你不提鸿门能行吗 你对吧 你肯定会提鸿门 对不对 但是鸿门 它这个刚发布 未来的发展 尤其在国际市场的发展 它这个 这个变量太多了 对吧 你可能3.5年 能看到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 特别是在国际的 市场占有率 对吧 你不能说 现在就去兑现 3.5年以后的 这个业绩 而且3.5年 这变化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这里还是强调一点 投资需谨慎 好东西 它的投资价值就很低了 对不对 你用80%的风险 去补20%的涨幅 你自己花不花得来 你自己考虑 对不对 那这个就很难讲了